诸位传统文化的同道 大家吉祥 我们敬爱的师长 在7月26号原集 我们在这一段时间 很多单位都有办念佛 49天念佛 包含像极乐式现在这几天都在做三十系念 海内外很多我们弟子们都在尽力 念佛修行 做功德 给老人家回向 也是尽我们一份 笑识 感伤 哀伤是难免 我们 也要珍惜 跟老人家的师生缘 老师 都是为了成就学生 其实 当过父母的人 用心当过老师的人 应该对这一句话 会有体会了 师长 师长所有的考虑 都是为众生 他老人家在 很小的时候 经过战乱 形成了悲天闽人的胸怀 自己又失学 觉得希望天下人都有圣贤书 可以读 老人家 跟我们结了 六十多年的法缘 利益了我们 三代人 甚至还有四代人 我们假如能体会 老人家念念 为我们学生着想 就像佛陀 祝世为了众生 涅槃 也是为了众生 这个我们 身为佛弟子 我们要懂得去体会 不然 阿难尊者给我们的表演 我们就招他调了 阿难尊者是佛陀的 侍者 跟佛陀的 感情很深 佛宣布即将要涅槃 他已经 正出国了 虚头还国 但是他的私货 还没有断 所以他一下感情 就上来了 这都是人之常情 后来旁边的学生 提醒他 这么关键的时候 你不能 伤心难过而已 赶快要问佛陀 几个重要的问题 我们要用理智 跟善知识学习 这是 阿难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 其实我们要 体会到 孔子对我们很慈悲 释述 释迦牟尼佛对我们很慈悲 跟着他老人家 一起来利益 我们的这些大弟子们 都很慈悲 他们给我们的榜样 甚至他们给我们的提醒 都是我们修学过程 的关键所在 我们不能辜负了 他们的表演 我们看师长 佛陀 涅槃 阿难尊者 正国 那这不是佛陀 对他的慈悲吗 而且他在 佛涅槃以前 就做了七个梦 其中有一个 就是须弥山 在他的头顶上 他不觉得重 佛告诉他 他老人家一代识教 要透过阿难 传承下去 我们看到佛经都是 如是我闻 这个我就是阿难尊者 那我们回到自己的身上 师长老人家 一代识教 老人家有大智慧 为这个世间 众多的问题 都开出了解决的法药 真能利益当生 跟后世的众生 那这些法药 靠谁沉传下去 我们之前提到 我们听经的态度 学习的态度 自己就是当机者 就像孟子所说的 当今之事 舍我其谁 要有这样的担当 尤其是当老人家说的 这个时代最需要的 好榜样 有为者亦若是 有为者亦若是 你看言子学 孔子学得很好啊 他的一句话 让我们体会到他的心境 顺何人也 予予何人也 有为者亦若是 他对孔子讲的 他对古圣先王讲的话 不怀疑 所以我们 以当机者 来跟师长 结这个法缘 师长常常讲 普贤十愿 有一愿叫请佛 我注释 我们跟他老人家 有这么深的缘 听他老人家讲 经几十年的都有了 那这么深的缘 那更应该 舍我其谁 责无旁贷 来传承下去 就像论语当中 严回 跟夫子 他们有一次走失了 这在先进第十一 他们在匡地走失了 被追杀 但是有约好在一个地方 相聚 所有的弟子 陆续回来了 就是延悔没回来 孔子 在那 在那 隐紧 盼望 后来终于回来了 父子脱口而出 哎呀 我以为你死了呢 延悔回了一句话 说 旨在 回 何敢死 延悔这个心境 是我们每个弟子 要效法的 因为延悔很清楚 孔子在做什么 孔子对整个国家民主的重要性在哪 延悔没看错 孔子是我们中华文明 上下五千年的 至圣 没有他老人家 可能我们连姚舜语堂都不认识 而在我们这个大的时代 老人家以出家的身份 尽他的权力 在复兴中华文化 这个是空前的 以前的时代没有发生过的 而透过媒体的影响 科技的发达 这个也是一百年前不可能有的 老人家的教会 遍及五大周万 受教的学子 应该有上亿人 这个也是空前的 刚好处于主师道 都是一个唯极存亡之计 老人家 不忍胜胜 不忍胜胜 不忍众生苦 这94岁都还坐飞机到处飞 所以 研灰看得懂孔老父子 对 民主 文化 甚至于是对 那个时代的重要性 那我们当师长的弟子 我们能不能深刻体会 师长的一代实教 对当今以至于后世人的重要性 师长有很多旧式的理念 需要靠我们继续努力 这个吉利棒 已经传到我们弟子的手中了 我们要以师自为己知 当然我们要利益世间 利益众生 首先要成就自己 我也常常跟同兄们共勉 我们遇到师长 是当生成就 了托生死轮回的机缘成熟了 这个机缘我们要掌握住 百千万劫难遭遇 而且老人家是介绍给我们的 万修万人去的法门 只要肯老师听话 万修万人去 师长说的 求的没有别的 多带一些人回老家 我们要去利益这个世间 首先我们这一生得成就 用仆家讲的 用仆家讲的 用我们的明明的 去清明 我们要修身齐家的功夫 才好去利益众生 没有这个基础 那我们要去利益别人 别人不认可了 看到我们的身心状况 看到我们的家庭 人家也不敢学了 所以从应主到李秉兰老师 到师长 特别强调 敦伦兴奋 伦长大道 怎么可能人都做不好 能成圣成佛 那就没有基础了 所以师长观我们这个时代的基友 特别强调要扎三根 应主那个时候是强调了凡事迅 安事全书 太上感应编会编 道路师长连地式规都得开出来了 因为我们连怎么当儿女的基础 都不足了 因为万法因缘生 在一百年前都有家族 在大家庭里面成长 谁不懂得笑 谁不知道要为整个家族着想 在那个时代人要自私都不容易 要加文化的教诲 所以为什么师长 他给我们开出的其中 一个旧式的良药 就是要 承传 中华民主 家文化的精神 最近也有听到企业 很有心 要把传统文化 要把家文化 落实在企业里面 因为人要成长 他是需要环境的 所以大家族是一个环境 现在用小家庭了 这个孩子要为他人着想 他得要有一些境界 让他去体会 去锻炼 所以师长看到这个世界英园 期许 企业团体 家文化 以前的家文化 是以血脉 血源 为一个纽带 现在怎么做呢 以道义 以仁义 为纽带 其实这个是做得到的 我们一起学文化 叫同道中人 法眷属 这法眷属 不亚于血源的亲谋 假如我们这个企业团体 从小 落实传统文化 小朋友从小就念着 《论语》里面 老者安之 朋友幸之 少者怀之 老有所重 壮有所用 幼有所长 这个企业团体 下一代 都有这样的胸怀 相信这孩子们 我们之间的情意 会很深 像我们现在汉学院里 同学们 也都是学长 学姐 学弟 学妹 这种 静教的感染 这力量是很大的 所以 这位 同学们 有没有静下来想想 老人家给这个时代 开了多少 旧式的良方 老人家是 随缘妙用 谁这个 社会 世界那么乱呢 他用波罗智慧 开出了 解决的方案 我们弟子 假如不配合 他老人家的智慧 就白废掉了 我们应该继续乘船 我们 看到 这个范老师 他是范宗淫先生的后代 范公 北宋 他的一田才一千五万 到了清朝 他的弟子的一田是多少 四千五万 那不是发扬光大吗 同样的 我们弟子们 真的以师之为己知了 很可能 百年千年之后 我们将老人家的一代 开始叫发扬光大 那利益 人就多了 所以李秉兰老师说 己人长夜行 不复转轮心 李老如是 师长亦如是 我们不能辜负 他们一生的苦行 那刚刚跟大家先提到 首先我们得成就自己 正己才能化人 这个时代要怎么修呢 末法时期 异议人修行 喊义得道 唯一念佛 得度生死 而师长也强调 《观无量寿经》里面 佛对 韦提西夫人提醒 你要求生净土以前 先讲了 敬业三福 尤其第一福 做人的基础 孝养父母 孝养父母 奉事师长 落实在弟子规 慈兴不杀 落实在胎上看影片 修十善业 落实在十善业道经 那我们出家人还要再加一条 当然在家人肯修更好 沙弥律 沙弥实戒 这个都是根本戒 能把三根扎好 这个第一福 又做到了 又不求世间福报 所有善根心心回向 愿生 极乐 万修万人去 所以这个是师长 对我们弟子们 当生成就很重要的 教导 扎好三根 然后一门深入 无量寿经 念佛法门 决定可以成 十方如来 连念众生 如母一子 子若一母 如母一子 母子立身 不相违缘 我们真 想 佛菩萨 真愿意回家 就跟他们没有分开了 最近 应该不少 同修也参与 三十七年法会了 大家印象都很深的 其中一句 便就今朝 臣佛去 乐邦化主 以贤持 其实我们都要 随着这些经文 随文入观 去体会 阿弥陀佛的心 真是的 阿弥陀佛 在极乐世界看到我们 傻孩子 你怎么现在才回来 往受 轮回苦 所以不能再 犹豫了 哪看 更欲知乎者 这个机会 一错失 管取 轮回 没了时 这样的机缘 不知道要等 再等多久了 老人家 特别强调的 旧事当中 建国军民 教学为先 教学当中 首先有播种的 讲一堂课 播种 现在的人 一堂 很不共 最少要把他 手机收起来 学七天 才醒了 大家观察 现在的人 每天 跟手机 为伴 心每天都被 手机牵着走了 有人 很 诙谐 写了一段话 说以前 不离不弃的 是 夫妻 现在 不离不弃的 是 手机 一机 一机在手 天长地久 一机不在手 魂都没有了 大家注意 讲到这一段 师长给我们表演什么 我把手机都丢掉了 我得下个决心 当大家找不到我的时候 千万 要理解我 我想 效法老和尚 但是 我会在固定的时间出现 跟大家一起共学 我们跟师长的年代不一样 基础不一样 这不是开玩笑的 不能跟自己的法生会命开玩笑 我们当弟子的 看着师长 哇 全世界飞来飞去的 我们也学他 学看看 铁定死得很惨的 铁定飞到最后 魂都飞走了 定不下来的 我们要观察 老人家 在全世界 把圣教 介绍 给各地 那个是他老人家出来 弘法 可能 三十年以后 三十年 后积薄发 我们这个看东西 不能看片段的 要看整体的 老人家的基础 都要后积薄发 那么长的时间 那成德是孙之辈的 我们现在二十几岁 发愿的人 那是真孙辈的 所以潜心修学 对我们还是很重要的 我们学习的目标 这个要清楚 学习的目标 是要开智慧 因界得定 应定发会 我们在这个时代求学 没有人教我们这个 这位同学 你们有遇过 你们在求学过程 你的老师告诉你 读书就是要开智慧 你们有遇过吗 读书就是要考高分 要考上好的高中 考上好的大学 不知不觉 求学一二十年了 学习的习惯就是知识 记忆 从没想过 学习是开智慧的 要修定 这是修根本质 那要静下心来 那不能忘念纷飞 所以有人用念佛的方法 修定 我们看海贤老和尚 一句佛号 他不是字 他成就很高 这是用念佛 洗定 所以会须闻 听闻佛法 我们才懂得很多道理 定须习 定是要练习的 那师长老人家 特别强调 让我们读经 读经不是边读边想 它的意思 不要去想 字句读清楚 很专注在一字一句中 心很专注 没有杂念 这个就是修定 定到杂念完全没有了 很快就会开晤楼 所以这个是修根本质的方法 这个不能不拿出时间来 有一边开始 请同修可以发上去 手上有的 老人家有说 在家人 每天要修一个小时 根本质 像我们出家的是 专业修行 最少一天 要两三个小时以上 所以大家尽量 别找我了 不然我 都没有好好落实 师长老人家说的 我们出家来 要两三个小时以上 才醒了 而且 陈德 跟大家一起共学 尤其 我们假如考虑要弘法 那是 一定啊 要潜心修学 知子而后有定 定而后能静 静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律 律而后能得 那个心要整个静下来 是要 开发自己的根本质 我们说 讲经能够 自信流露 但是这个界定功夫 一定要不断深入 才有这个功夫 所以师长都是在定中讲经 这个我们要观察出来 像陈德是 相信至诚感通 来供养大众 但是远远不足 李师长在定中 讲经啊 那是差的距离是相当大的 所以人人 红道 非道 红人 红道 界定功夫要很强 不然呢 现在财色名利的 诱惑 那比之前 不知道多多少倍了 所以我们 要好好护念自己 真正有机会 护念年轻人 都要 谨慎 要让年轻人 多锻炼 多吃苦 吃苦 当做吃补 这是佛陀 都有留下来的交代 以戒为师 以苦为师 好 那 当然 刚刚讲到 手机的问题 也没有 要求大家 要 丢掉 不然 到时候 造成你们家庭革命 这不是我所愿 你们不要 之后说是我说 要丢掉 大家别害我 要保持好 我跟你们家人的关系 说不定哪一天 我还帮得上忙 只是要提醒大家 手机是工具 它是来 服务我们的 我们不能被它牵着鼻子走 被它控制住了 是要用手机 不是被手机用了 无有意法 不是佛法 会用手机 是不是佛法 能善用它 又不让它产生负面的影响 这不是练中道吗 练中庸吗 那手机也是佛法 当然我讲到这里 大家要 很体会 不要我讲到这里 你要抱着手机 不放了 所以现在的人 整个生活 环境 造成它 比较浮躁 你要拨这个种 没有七天的时间 怕不够 拨了种 那还要施肥 还要浇水 谁来教 谁来施肥 当地 有长期宣讲经典的老师 或者当地 有媒体 对传统我很认可 他长期播放 这些好的节目 好的讲课 光点 让这一方的百姓 可以持续学习 所以老人家 也是 忽念了我们 六十多年 他老人家 学释迦牟尼佛 讲经教学 不中断 那播种 首先 你播种的对象 他要有信心 他才会开始学 信心建立在 谁身上 和谐社会 从我心 做起 我们每个人 都要有志气 事不可以 不红意 认重而道远 让亲戚朋友 在我身上 升起 对传统文化的信心 这是实质 给古圣先贤 脸上贴金 而不是跑到寺院去买金箔 贴上去 那个是形式 实质是依教奉行 为人引说 师长有说到 旧级 开国文补习班 我们现在 很多地区用 线上 像我们地址规学会 已经做了 十五年 也很可贵 他们也都是义务 在从事教学工作 每一方都有 这样发心 很可贵 每个人都很重要 因为我们一表发 亲戚朋友 就有信心 这个表发 就是师长强调的 学为人师 行为示范 这八个字就是 华言经 我们能把经典里面 就像我们现在学论语 把论语 这些教诲 落实在生活工作 处世带人经 我们就是活的论语 我们把无量寿经 华言经 落实了 那我们就是活的 无量寿经 活的 华言经 就像师长开出来 现在旧级是国文补习班 旧级是群书之药 我们要从自己 处世带人经 就把群书之药 演出来 就是活的群书之药了 群书之药是观世音菩萨 究极啊 这一部书 确实很重要 有个文档 我们最近将 三六领前三册啊 又依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个赤地啊 编了个三六领 就是群书之药中 修其自凭的智慧 这个文档 我们再请同修发上去 你有关齐家的问题 你就可以把它打开来找 为政治理团体 里面应该都能找到 相应的法药 相应的解决方法 我们一起学习论语 这个都是依照市场教的 地止规 圣学根之根 是学做人 四书五经 学做事 我们不学好论语的 我们想说 把家治好 或者把工作做好 也不容易有 比方说不会讲话 一讲话就失人和了 那我们怎么 利益团体啊 我们不就变成 尘世不足 败事有余了 都得学啊 人不学 不知道 不是义啊 所以我们把论语学好 我们感谢 我们师公 他宣讲的论语 编成了论语讲要 论语讲记 非常的完备 我们好好一起来深入 我们好好一起来深入 护好我们的家庭 护好我们的团体 尤其 尤其红法的团体 要护好啊 我们不掌握这些做人做事的原理原则 一去护传统文化的事业 自己还没学以前的习气都冒出来了 那不只不能积功累的 还要造很重的业啦 这么好的姻缘 变成造业 那不太冤枉了吗 所以当初 这个都是十年前的事情 老人家强调 编群书360 也让护法 都要能够来一起学习 你不懂违证 怎么把事 办圆容 办稳妥呢 怎么考虑的深 怎么考虑的圆 怎么知人善任啊 我们不学群书之药 要知人不容易啊 我们很容易就是一个爱缘慈悲啊 喜欢他 他的问题都看不到了 讨厌他 就看不到他的优点 包含群书之药里面特别强调 接受劝谏 纳见 兼听则明 偏信则暗 没有学过 我们看都是什么现象 就挺好听的 忠言听不尽了 都用什么人 听他话的人 跟他不同意见的都排斥 那这怎么成得了事啊 所以师长强调的这些理念 我们得去了解 他对这个时代的重要性 这个做榜样当中 师长有说 20个企业落实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能够在祖国大地复兴起来 这是一个官机 学不通透啊 开不出这样的法药 以前时代叫市农工商啊 商牌最后啊 时代在变 我们现在到书局去看看 成功自传 十本里面 有几本是讲企业家 再来所有的家长考虑什么 我的孩子以后出去 有没有出路啊 现在这些重视什么啊 是每个父母会关心的 风向球啊 现在谁在抛啊 万法 原生啊 都是因缘所生法 所以师长这个是看到 现在的十节因缘啊 企业界的影响力那么大 那假如企业界真的有人落实了 他就能起到 风行草野了 为什么 企业界落实了 他事业会做长久 而且呢 他的团队会和合 现在虽然事业赚钱赚不少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离职率很高啊 看他赚的钱不少啊 每天得吃安眠药啊 太多不安定因素啊 随时在牵动着这个企业主啊 他假如看到哇 这个企业家 学了传统文化用出来 身体变好了 家庭和睦了 员工更团结了 你说谁不愿意 往这个方向发展啊 所以企业界做榜样重要啊 还有一个是旧根本的呢 是一条楼 江山带有闲人出啊 这个时代 能交出十个范工 十个孔子来 哇那就可以扭转乾坤啊 风行草野啊 君子之风 小人之的草啊 草上之风 碧眼 师长也给我们表演了 他老人家 无私无我 全球那么多学子 被他感动 接受他老人家的教化 我接触过不少 有清静到师长的 同修啊 就光是老人家 那个眼神呢 就让他终身难忘了 眼神充满着慈悲 智慧 充满着使命 充满着坚毅 充满着柔软 温和 都在那个眼神当中啊 流出来了 我们有 同学都提到 他每每 遇到一些瓶颈 怎样 想起了老人家的眼神呢 他就有 很有动力了 当然我讲到这里啊 可不要 有 同修说的 哎呀我没见过师长 你看又起分别心了 师长老人家 讲经的时候 曾经说过 我的传人可能是在 电视的另一头的 我们看 孟子没有见过孔子啊 他是传人啊 连慈大师没有见过 偶一大师没有见过连慈大师 他传承连慈大师的 所以我们听师长讲经呢 就要去感觉到 老人家这一生就是为了我 才讲学一生呢 我不能辜负他 那这铁定啊 能传承 铁定啊 能当真地子 那老人家在晚年特别强调 搬一条龙 这也是人生 很深的感悟 因为老人家一生 不只是在教学 也在带学生 一生没有停止过教学 手把手带学生 只要跟他有缘的弟子 甚至人一面之远 老人家会和盘拖出来 来指导他 带了那么多弟子啊 在晚年感受到啊 人才啊得从小 不然现在外在的诱惑太强 跟十几年 二十几年呢 甚至更长的时间呢 可能在财社名利面前 过不了关 所以旧根本 要从胎教开始 从小开始 培养一个人 百年数人啊 短时间不够啊 而且要 几代人一起配合 我们看到了凡视讯 很敬佩啊 大家要知道啊 了凡先生的父亲 好像他的爷爷 都是无疾而终的 所以念佛往生啊 他的妈妈也是虔诚的佛教徒 他那个家教的积累啊 不是一代人啊 所以这个百年数人很有道理啊 所以我们当爷爷奶奶都要表好法 外公外婆都要表好法 好 那现在各地啊 也在新办一条龙 用古法 尽量用古法来教 古法跟我们佛门 先培养 根本质完全相应 根本质是剥落无知啊 那个无知就是没有妄念 他定了 之后十五六岁了 十三四岁了 每个人理解力不一样 开窍也不一样 等到那个时间段了 再给他讲解大经大论 他一听就领悟了 当然大家不能执着 一听陈德说 不要讲解 我说不要讲解大经大论 不是说不要讲解弟子归啊 春学旧语里面就有指导了 这些每天发生的这些事情 都可以随缘给孩子开解这些做人做事 你看小二语第一句话 一切言动都要安详 小孩 每天磕磕碰碰的时候 你就可以引导他了 宽转弯 误触人 拿东西拿的都摔坏了 直虚气如直言 随事讲说 因为读经了 他就不会胡思乱想 这个就是求根本质的方法 很定 很稳重 所以会教诸小大人 养正仪归开篇就告诉我们 这个也是 陈鸿某先生用心良苦 天下有真教术 师有真人才 教术之端 是屡相识 就是传统 巷子里面大家族请的 师叔老师 他的教学方法 很难得 我们刘宏典老师 他一生做师叔老师 有人请法 你说请法重不重要 很重要 他的学子 给他请法 他写了这本 存学旧 不只是当老师 要学 当父母的 甚至当领导的 其实都应该学 所以教术之端 是屡相识 人才之城 是儿童 所以教学的方法 很重要 当然 大家不要听我说 教学方法很重要 那就说 送去哪一间学校 是最重要的 一下又执着在这个点上了 家庭教育是根本 家庭教育这个基础要扎好 接着学校教育才配合的上去 而且我们在教孩子的时候 都要因材施教 要了解他的状态 接受度 吸收度 不能用灌输的 不能用强压的 不要控制的 我们现在不少小孩 学的传统化反感 这么好的东西 怎么会反感 不能再重道负策了 重道负责了 讲到这里了 其实是修身为本 当父母 当老师 修身为本 我们控制 要求 占有的念头 不去掉 很难不强势 对待小孩 之后就失得其反 不能爱你 没商量 现在要知其心 要感同身受 才能长其善 才能救其失 有伴一条龙的因缘 我们尽力来做 但是缘分 要稳扎稳打 不要每一次 做什么事情 都是敲锣打鼓 阵容很庞大 多少缘 做多少事 那师长这十年因缘也说 希望有年轻人发心 一生做教员 陪伴孩子 成长 这个事情很有意义 这是我最想做的事 但是我现在有点 欺辅难下 没有开玩笑 每个人因缘不同 因缘不同 但是呢 主伴圆容 谁愿意一生做小学教员 我们全力扶持他 我这个伴也要伴也好 主伴圆容 他发心做了 他是主 那我现在也得发心 我要一门深入 常识熏修 读书千遍 奇异之限 我们带着同修 一起走开悟的路 但是得要 真读书千遍 我都忙了十九年了 幸好大家都很慈悲 都没有问过我 你无量寿机 有没有念五百遍 一千遍 我自己都没有下过功夫 我怎么陪伴大家呢 讲话有底气 是因为自己做过 是吗 好 那当然 培养这个 主事到传承人才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做 比方说你现在 好好护士你的儿子 孙子 那就在做了 只是我们是不同阶段的工程而已 那现在 我们不少 地区 甚至于是在 我们大陆 都会遇到很多不同国度 不同民主的人 这都是一个缘分 老人家的心意是要把 汉字文英文 中华文明 利益到全世界 也要以这个字为自己的字 那一天 我们有一个同学 他有 遇到 一个外国人 他就跟他讲英文 他就有点胆怯 其实说实在的语言 你要越练了 你就越敢讲了 他说我学的又不够 其实现在网上 都有很多 讲学的带子 翻成英文了 你都可以借力使力 运用资源 来利益到 其他的国度 包含师长 强调的宗教团结 宗教回归教育 互相学习 其实有时候 一个家里面 一个团体里面 一个公司 行号里面 就可以落实这个理念 我认识一个 同学 他的孩子 有嫁到 意大利的 嫁到澳洲的 还有嫁到英国 我说你们家都可以 开联合国了 我说 老和尚 这个团结宗教族群 你们家就可以落实了 华言经里面说 戒子那须米 一个家庭里面 可以纳入这些理念的 我讲到这里了 有没有哪一个同学说 还有哪一些师长 重要的理念 也可以提出来 你们要因无所住啊 你们一直听听听 突然问你们 你们就 马上转换姻缘 许杰有请 老师好 你好 那个 地址 比较 早一点的时候 听到市长 讲过说 应该也是找好 三个根吧 然后 一门深入 就是 专替一部经 比如说 专攻 地藏经 地藏菩萨本院经的 他做到了 然后以后就是 活着地藏王菩萨 真听普门品的 以后就是 说 在门洪梁 这个菩萨经 以后就是 活着 观世音菩萨 就是比较 三十十几年前 有听到过这个 语言 听到 谢谢 谢谢 许杰 学长 这个真的 我们说 十年寒窗 深入一部经 学地藏经的 地藏菩萨 学普门品的 观音菩萨 把这一部经 学通 当然这个理念 也是强调 我们真的要学成 还是要一门深入 尝试寻修 那老人家的心量 是很大 希望八宗共鸿 大臣有八宗 包含 三个语系 老人家都希望 有机缘 都能协助到 老人家成立了 一个单位 叫 佛陀教育基金会 这个基金会 也是为佛教证明 佛教不是宗教 是教育 里面所应诵的经典 除了我们汉语 系 汉语这个部分的 汉传的 还有藏传的 藏语系的 还有巴黎文 梵文 巴黎文 语系的 这个也是 师长给我们的学处 量大 心量很广大 所以 这个每个 这些法门 都能很好地来 弘扬 每个语系 都能够发扬光大 好 谢谢 许学长 刚刚我好像有看到 有举手的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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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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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我好像是说 嗯 要本土 平本土化 现代化 还有 还有 还有一个就是要 传播媒体 很重要 是这个 嗯 好 谢谢 好 谢谢古学长 他讲的这个都很重要 哦 这个本土化 现代化 要 盆土化才能融入这一方 才能利益这一方 所以这个精神是很重要的 这个现代化呢 也跟他后面强调的这个有关 用传播媒体来红法 市长曾经提过 国家领导人跟媒体负责人可以救世界 那我们听到这句话说 这个跟我没关系 不能一听到什么都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 要以天下为己任 不能撇得一干二净 请问大家你有没有亲戚朋友在当官呢 有的话那你可以造圆了 对啊 我都很想造圆了 我比方说进一步可以跟周润发聊聊啊 跟刘德华 结更深的圆了 好 我们起这个念头 以后有没有圆再说嘛 人有善愿天必从之 当然呢 这个也不能着急 我得先敬修敬修 不然我智慧有限 一遇到他们 反而把这个圆搞砸了 这不行 但也别想那么多 佛菩萨安排 但是我得急着好好用功 好好提升自己才行 好 谢谢古学长 我们有请张老师 我之间的法师您好 各位家人老师上好 那一边呢 这段时间也是 和家人们一起学习 释造了人家 关于传统文化的老师 一个具备的素质 里边呢 老人家就提到了说 我们要去除贪车吃卖鱼 学习苦老夫子的分量 固检状 那一边呢 对这个去除贪心 这个里边 有两条师长的教会呢 就感触很深 第一条呢 就是 师长老人家让我们 成传文化要有强烈的 使命感和责任感 实时不忘这个最初的 这个发心 而且呢 要常常读书古色学习的经典 具体呢 要落实在三条跟这个上面 要清净粮食意 才能保护自己 不受财色名利的这个诱惑 那因为这一段呢 也是师长老人家 反复的教导我们 那我们这段时间呢 要开一个幼儿园了 十月一号就开 开园了 所以就 希望自己呢 能借出这个贪心 我看到老人家这个上面呢 第一个就是让 革除自己的这个物欲 就是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很有使命感和责任感 所以呢 就难免有时候呢 做起来就会比较贪 就 对这个方方面们呢 就是希望把它做好 做圆满 那就 这样呢 有可能就会忽略了 一起来办这个事情 给这些老师们和同仁们 他们的这些状态 所以呢 就提醒自己 那这个上面呢 是要 既有这种责任 就是责任感和使命感 不是表现在自己的贪心上面 这是我自己 对这个师长老人家 这个教会大学 提会的第一点 那第二点呢 师长老人家 说我们要 就是这 就是这那个放下仪 放下仪那一个里边呢 老人家说我们 做这件事情呢 要自己要 这种信 就是对传统文化要有 足够的信心 才能制定常规 彻底执行 文化教育才会 酬症 教学才会 日皆有功 这一块 那这个 这个就是 有时候呢 就是自己还是不敢 就是 觉得什么 那我这个 算是特别具备信息 我们制定这些朝规 他都是 他老人家 是希望我们 落实 圣雪歌之歌 尤其是在 幼儿园这一块 好 就是说 我自己呢 感受到有一些 就是制定的这些 常规 能不能彻底的执行 能不能保持 我们做这个 幼儿园的这种 仇振 这些地方呢 事实上 人家有提醒 自己呢 好像 就是注意到 这一点了 也会 这个上面的 入功 当然也希望呢 就自己 会呢 在 听到 法师的这个 指导 就是 这个彻底执行 就是什么样的一个 状态 就 彻底执行 就是保持了 传统化的这种 教育的重整性 做出来一个 这个啥样子 谢谢老师 好 刚刚 这个张老师提到的 这个是 主要 是这个 师长强调 我们修身 效法 释迦牟尼佛 不贪不撑 不吃不慢不已 效法 孔老夫子 温良 恭俭让 他提 其中 提到的 这个不贪 这个也是提醒我们 传统化 教我们 放下贪 不能换对象 尤其 孔子也提醒了 物欲数 不能想着 我很快 做成什么样子 要 稳扎 稳打 要体恤 人心 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我们体恤到人心 就很团结 体恤不到人心了 那很可能 神之常情 人都会起伏 会有低潮 这时候我们又体恤不到 甚至于 还用道理压过去的话 那可能就会 失得其反 所以为什么 师长说 放下控制的念头 放下 占有的念头 放下 对立的念头 这些都是老人家 自己 修学的 功夫 他都是这么 练过来的 他为什么 那么柔软 从他老人家讲学 我们可以体会到 张老师提到 有使命感 这个是我们 佛门讲 发愿 发了愿 下所处 还在烦恼 无尽 试愿段 众生无边 试愿度 是发愿 那就要在 扎三根上面 那不能贪多 为什么呢 就好像刚刚 跟大家提到 这么多老人家 讲到的理念 你说我全要做 不可能了 要做成一样 都要下很大的功夫 哪一样 甚至 你 哪两样 你的姻缘 很成熟 那可以 所以面对境界要清楚 我们要能度得量力 要审视 现在外在的形式 外在客观的条件 有多少 还要责任 还要用对了人 这个事才能办成 这个是宏一大师编的 《格言别录》里面的教会 其实这些都是提供我们在境界当中做判断 那当然办幼儿园呢 树叶有专攻 像鸿鸣 他们办了好几所幼儿园 他们也有不少宝贵的经验 像前不久 台湾同修 办了一个交流会 有一位 张园长 张惠奇园长 他负责幼儿园几十年 他的幼儿园做得挺好的 大家都可以多交流切磋 大家别激动去找他 因为他要把幼儿园做好 要好很多的精神心血 我们可以在平台当中交流 真的 大家不能一激动了 没有顾及到 他们有家庭 他们有他们的学校 都可以安排得好的 有这样的机会 他说也欢迎大家 可以一起来探讨 文道有先后 树叶有专攻 当然养正宜归 包含地质归 包含长礼举药 这个都是很好的规范 以这个为基础 应该就不会偏差到哪里去 而且效果 在于我们父母老师 以身作者 身教 还有整个 机会教育点出现的言教 还有整个学校里面的敬教 它都是很无形的 幼儿园老师 每个老师来了 带着微笑 那就很不一样了 你板着一张脸 幽眼孩子很敏锐 很敏感 我们的磁场马上会影响他 好 那也随喜 张老师他们有半学 现在各地半学都不容易 大家共体时间 互相扶持 恶人同心 其力都可以断经 人有志心求道 精静不止 会当刻果 何愿不得 何愿不得 好 我们 接下来有请 好先生 还是 好女士 还是好夫人 好夫人 证灯老师好 你好 你好 我们 我就是 那个师长曾经说 一部经呢 要至少要听三十遍 然后呢 我和我的先生呢 在学咱们佛学院的课程 然后佛学院的课程呢 它是每年都是 有定课的应该是 就是每年要学多少部 也是有规定的 我们现在学到那个基础二年级 就是 现在呢 因为一些姻缘呢 两个孩子呢 也都是在家自学了 由我来带 我呢 就是跟着 贾老师他们学这个 跟孩子一起学少年班呢 然后我又对这个校经 还有咱们传统文化 学的又很欢喜 就是佛学院的课程呢 就是跟不上进度 也做不到 无法做到这个一部经 听三十遍 我觉得两遍 就现在都很困难了 就是这个 内心有些迷茫 到底是 一边学这个咱们的传统文化 然后 佛学院的课程呢 是 就是说呢 不按照这个 每年的功课进行 就是一边经呢 就是要 听上很多遍 然后听到自己 有些误触 然后再进行下一步呢 谢谢老师 好 这个 您提的这个 主要是说 市长在知道我们学习的 一个 方式方法 好 好 怎么学呢 要看您自己觉得比较得力 比较得力 比较受用 你说 这个 比方说我们去参加 这个网络学院 这个方式呢 让我们不会懈怠 这是挺好的 但你在学的过程呢 也不要胡伦吞早 当然因为这个 整个教学的要求情况呢 真的不是很了解 但是这个其实都不是死的 你都可以跟负责的老师们 做沟通嘛 因为教学里面有一个 很重要的原则叫 因才施教嘛 是吧 你假如都为了感进度了 那你说会学入心吗 大家 不要抱着来 给我要一个答案 我是透过这个机会 跟大家切磋切磋 让我们自己去感受 感受老和尚这个指导的用意是什么 感受自己的学习状态是什么 传统文化 默向外求 我们好像都要等着谁给我一句话 说实在 我跟真的给你一句话 到时候我这句话是你痛苦的根源 都说不定 因为我假如对你的客观情况不够很了解 我说你就给我这么干 我又很拔木的话 到时候让你干的痛苦万分就麻烦了 曾经也有人问过 听三十遍 我说呢 你假如越听越有味道 那你就听三十遍好了 你假如 比方说听陈德讲 是细讲的历史规 听第二次快吐了 你赶快跳下一片 他是活的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我们自己要去洞察 我们这个时代学东西 学的变数不够 深入不了 不然大家可以自己 这一片老是这样光碟 我没听过 你听一遍 你说有哪些重点 你记一下 你再听第二遍 你再记记看 可能你听到第五遍的时候 哇奇怪了 这第一遍怎么记那么少 那你说我们真的听一遍 整部吸收多少 市场老人家讲经啊 那没有一句是多的 每一句都有它的用意 它沉先起后啊 都有它的重点 我们不能胡伦吞枣啊 走马看花 况且走马看花 也会变成习惯啊 所以这一点大家 要很用心哦 去忽念自己哦 有时候我们学着学着 会不知不觉 有一个坏的习惯养成 自己不知道 举个例子 有个孩子 他读经 读啊读啊 能背很多 那家长 那家长辈赞叹他 随着这个孩子 年纪越来越长 确实背了不少 心不能专注 我们只看到他背不少 他那个不专注的态度啊 养成了 他吃大亏了 他不专注 他在读经的时候 会不专注 他在任何时候 都会不专注 你明明是为了他好 结果他不知不觉 养成的一个不专注 我们当老师父母的 没有注意到 我有教学要很用心啊 不然 我们没有要误他的心啊 有可能误了他 所以互念自己也不容易啊 你看现在往 都是往上的课啊 因为疫情的关系啊 哎呀 对我们学习是个大挑战 因为线上啊 就把视频关了 都摸摸 吸摸摸 摸了两年三年了 现在不专注了 这会影响我们 往后的学习呢 所以诸位 学长 我们上课还是打开视频 这个 比较容易专注 好 我看 这个发言的 很踊跃 我们记一下 下一次再邀请我们 长学长 周学长 还有一位 刚刚一位 梁洪学长 我们下一次再来 交流 感谢大家积极的参与 阿弥陀佛 我看